夫妻有了孩子之后 真的生活会很不一样 最大的不同呢 第一个像很多孩子在小的时候 可能会哭闹 就会让父母双方都心神不宁的 另外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 有时候孩子出生之后 会把父母当中的一方的注意力 完全吸过去 那为了照顾孩子 实在花太多精力了 精力都花在孩子的身上 所以常常累的 什么都不想做 那也因为花这么多心力在孩子身上 所以对孩子的很多事物都很在意 所以双方可能会对于孩子的教养上 也会有不同的意见 那另外也因为这样 以至于夫妻双方 彼此可以相处的时间 就越来越低越来越少 那聊天的时间也少 夫妻之间一些亲密的举动都变少了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会鼓励夫妻双方 虽然孩子的确是非常重要 但是也不要忽略了经营感情哦